在多伦多教育局和中国侨办共同举办的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知识竞赛的现场,主办方对前去报道的城市大世界记者由衷感叹道,在本地,你们这个民族是最支持自己的母语文化的,原来报名参加比赛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预计。 虽然主办方希望来参加竞赛的是七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但是来到现场的还是有各个年龄段的华裔的孩子和家长,他们大多数来自于中国大陆,报名参赛的人数超过了预计,前台非常忙碌,大家有的在进行考前登记,有的则认真的做最后的冲刺,还有的和家长一起努力,争取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由多伦多教育局和中国乔办联合举办的这一次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知识竞赛,一共吸引了两百多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孩子们来参加。 07年的时候我们就跟国乔办签了那个备忘录,那么举行这个比赛呢,就是备忘录的其中之一,实际上是针对中学生的竞赛。 本来我们是不收他们这样年龄小的,可是家长是觉得有机会能让他们的孩子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这个知识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呢,不单是在对他们个人有好处,另外呢,对他们这个在中文学习方面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推进。 比赛不分年龄以比试的方式进行,一共一百道题目,分为四个部分,打卷时间为一个小时。 参加比赛的同学都可以得到一本新华字典。 打对60%的同学可以得到一张中国乔办的认证。 打对80%的同学则有机会参加乔办组织的中国夏令营,成绩特别优秀的,则有机会参加全球总决赛。 我非常高兴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的青少年朋友,这么多同学来这里参加我们首届多伦多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知识竞赛。 也非常感谢我们为这项赛事提供了大力支持的多伦多市教育局UTDSB,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兴趣学习中文,感兴趣中国文化。 那么今年这个赛事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一位19岁的留学生,两年之前来到加拿大。 然后老师就告诉我们说有这样一个competition,如果我们来参加的话可以得到一些奖励之类的,而且这个也弘扬我们中华文化。 而这位小朋友才7岁,爸爸就带他来一世高下。 主要培养他兴趣,他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他就愿意多学一点,不能逼他。 这位同学则是曾经的中文演讲优胜者,今年16岁。 希望总共100岁,我希望至少能超过80岁,不清楚了,希望了。 好,加油哦。 谢谢。 诺大的考场,厚厚的考卷,每一位同学都尽力发挥出自己最佳的中国知识水平。 祝大家好运。 第三届新风采创业颁奖典礼即将举行,晚宴及颁奖典礼门票正在热售当中。 了解购票详情,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05-889-8090。 颁奖典礼的现场将产生五个类别的奖项,分别是公司创业奖,家庭及个人创业奖,女性创业奖,专业风采奖,以及艺术风采奖。 每个类别都会产生一位最受观众欢迎奖,由观众朋友们投票选出。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其中,投出您手中神圣的一票。 不过,每个类别每台电脑只累积一张有效投票。 投票方式非常简单,只要到以下这个网址, www.mandarinprofileawards.com就可以找到相关内容了。 感谢您的参与和配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